硬大哥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叫我硬太太 莫师帮我帮忙 这里面有我公司的客户 有我的投资人 出于公司的业绩和舆论的考虑 我延迟了对外公布 我们离婚的消息 可是我们都是有过婚前协议的 我们的婚姻不涉及任何的财产分割的问题 一个公司的财富不仅仅在于领导之财富的多少 它的品行和风平也非常重要 尤其像我这种网络公司 特别是它发展的初期 任何负面的新闻都会是沉重的打击 我没有办法放这个忙 莫师 这次是我求你 以前你对我提过任何事情 我都没有拒绝过 能不能也给我一次 同等的回报 因此是我全部的心血 如果它的未来出现问题 不光是我 还有很多人受到伤害 因为我们两个人个人的问题 给投资人造成损失 是不负责任的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答应 那么至少 不要放任何婚 我已经结婚了 应大哥 结婚 你和我结婚 别人也曾经叫你应太太 就算延迟一段时间 用得怎么样 我真没有想到 你们这么坚决地去救我 好 你好 你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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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吗 当然 很棒的 谢谢 你 我去趟洗手间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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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 我 我是过来采访米菲尔的 可是我被他们带到了一个酒会上 然后 然后就遇见了 叶辉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把地址给我 我猜的 我猜的 我 你怎么知道 好饿 到底什么时候才结束啊 没停 两个小时内去香港的航班 有任何位置的机票都立刻帮我订下来 好 知道了 好好的 好好的 我们来一下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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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别够我个子 我必须亲三番好心 打扯 雨晨 你怎么回来了 我来香港 先给你一个清洗 何律师 应总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真是相亲不如偶遇啊 幸会 客气了 应总恐怕不想相亲 而且 偶遇大多不是偶然发生的 应总觉得呢 偶遇和重逢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有幸和应总所见略图 顾小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一定累 好好休息 还好 还好 这个脚有点算 应总 深住升级的套房已经安排好了 我这就是带这三位客人去办理入住手续 好的 我知道 套房 我们不是住的标签吗 香港的客房很小 担心你们住不过 而且你们明天还有采访工作 我就让助理给你们都升级了行政套房 那你还留我们在山上住 这里要不回来的话不就浪费了呀 怎么会浪费呢 住哪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住得舒服 莫生 我特意让人比你安排了海景房 景色非常美 希望你会喜欢 不用了 英大哥 我们 莫生 既然应总这么热情 你就别拒绝他的好意了 而且我还要谢谢应总 我这次来得太匆忙 正好没有订到这个饭店的房间 现在不用担心了 那个 我突然觉得我好饿 莫生 你是不是也没吃东西 我们去吃点东西去吧 我的错 忘了莫生还没吃东西呢 莫生 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吧 应总如此热情 怎么样都应该我没吃 好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好 那个啊 我突然又觉得我好累啊 我还问你不去吃吗 宝宝 你也不问我知道对吧 那我们先回去吧 一碗去吃 一碗去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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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